金鐘歌往楊烈 排個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 黃潔一起車隊掃街 有民眾早就等在路旁 揮舞黃潔的旗幟 不小心搖晃得太大力 旗幟還掉了 黃潔謝謝民眾支持 還有人趁機上前搶著握手 選前黃金州 黃潔力拼把選票衝高 德高望重的人士來幫黃潔加持 希望說更多的選民可以認同 很敢去衝 很敢去做 非常健康的作法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來幫忙 對手廣島結成梅亞 則是帶著助理走進市場 地毯式的一向選民握手敗票 走累了乾脆坐下來 買杯飲料點心 從路站切換模式 改為空站 開直播和網友聊天 我還是喝個飲料 然後補助我的體力就好了 然後還有買這麼多東西 好 謝謝 謝謝 同一個選區還有喜樂島聯盟的郭貝宏 五號開記者會駁斥負面傳聞 費險栽贈 然後說我的團隊有一個家寶一個收押 這個收押據說啦 因為我不認識這人 還是八十幾歲的老夫人 那我在此聲明 台灣最好是非賣品 今天朝會選 郭貝宏自認 無辜被捲入公開澄清喊約 這次高雄第六選區 撒喀都陷入了激戰 候選人各評本事 爭取選民認同 三零新聞 郭貝宏 高雄報導